随着妈妈就跟我出去 以后你们再也没有孩子了 孩子们让我们进去 太好了 妈妈们都被我们赶走了 我们快去黑亚萌娃那里报到吧 黑亚萌娃我们来了 你们确定要变成怪兽吗 没错 那就先通过我的测试吧 谁知道这是什么怪兽 我知道是哥西拉 那这个呢 是杰盾 那这个呢 是加巴顿 错误 这是安东拉 大宝不能成为怪兽 你走吧 不行 我一定要成为怪兽的 是啊黑亚萌娃 你再给大宝一次机会吧 看在你这么想成为怪兽的份上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 这是什么 我知道 是泰兰特 好了 过关 恭喜你们通过了怪兽设施第一关 第二关 如果有人在马路上需要帮助怎么办 我知道 只是帮助他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那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我知道 是寻求大人帮助 没错 熊妹说的最正气 熊妹第二关通过 耶 下一题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怪兽 我知道 打好多的奥特曼 不对 那就是越生越好 什么呀 也不是 那是什么 是 要会吹牛 大宝 大宝答对 大宝过关 耶 就是我了 黑魔王 下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一点 好吧 怪兽能不能吃草 不能 好 过关 什么 黑魔王你放水 最后一关 要是你们连这一关都能通过的话 我就收你们当怪兽 没问题 谁知道我们怪兽是怎么来到地球上的 自己来的 不对 无意中掉落的 也不对 我知道 是来找食物的 不对 要是你们都不知道 我就不能收你们当怪兽了 不行 我们要当怪兽 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怪兽是怎么来到地球上的吗 要是知道 就快发送到评论区吧 看来你们也不知道 再给你们出一题 你们知道谁是变异怪兽吗 变异怪兽 怎么办 我不知道 大宝兄妹 你们知道吗 我们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我们不能当怪兽了 都不知道是吧 那我不能收你们 你们走吧 不 我们要当怪兽 小精灵 你看 就是这个黑暗魔王 让孩子们把我们赶出去的 好啊你黑暗魔王 你违反了规定 我现在要把你带走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妈妈 你们干嘛呀 是我自己要做怪兽的 不关黑暗魔王的事 是啊妈妈 要不是黑暗魔王指使的 你们怎么会想要当怪兽 当怪兽有什么好的 真的不是黑暗魔王指使的 妈妈 你快让小精灵把黑暗魔王放了吧 真的不是黑暗魔王吗 小朋友们 你们告诉我到底是不是 要是是就点赞发送一一 要是不是就点赞发送啊二吧 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